苏清吾 这是我16年给自己取的名字 没有什么意思 就是觉得好听 高中经常会要求写日记 我总是写一首古诗词就上交了 相比于路亚马吉的城市 我更喜欢慢慢流淌的山水 我是山里的孩子 它的威额总是给我一种安全感 行走在山间 我经常想象自己是山里的一棵树 想到这里 我还是觉得生命的宽度 未比长度更能动养我的灵魂 辞职回家打造东方美学的生活方式 这是我目前想到最有生命的一件事 我知道 这样孤注一掷的选择很冒险 害怕 犹豫 退缩 我不是没有想过 但亭子 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安身之处 在这个空间里 可以容纳我的所有 无知者无畏嘛 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个稍带典异的东西 但我觉得 对我来说 它就是很反映我的状态的 因为我对于尤其是建筑 我其实没有那么的懂 因为你不是很懂 所以你不会知道它的难度到底有多难 你可能是实际的难度 但是因为你不太懂 你觉得看看这边 还挺简单 那我就敢去做了 即便说你在做的过程中不断地遇到问题 但是你已经开始了 你就不能再挺吗 那你就是一个个去克服这些 这一段时间是无声的 是与新知识相互容纳的过程 也是与自我对抗的过程 恰恰是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很笃定 就是我反正每天我就是要做到这些东西 反而是你做完 可能不是你最开心的时候 是你在做的过程 你预想到你要即将完成的时候是最开心的 你结束完了 好像一件事情就没了 你又要开始找一个新的点去做了 他们互相迁就 彼此融合 像极了生活与梦想之间的拉扯 我越来越清晰地明白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从不定义自己的人生是否需要多完美 就如同他们现在看起来也还是那么粗糙 我不再害怕未来的道路有多坎坷 手上的身边的那些伙伴 给了我相信自己的力量 第一次做第一个小亭子的时候 你不知道县里有这些地方是卖材料的 然后那时候你选了淘宝 这屋顶的瓦片是淘宝买过来的 用费都500多块钱 然后后来突然发现原来这边有 所有的建材的都去了 故宫亭的地面用的是这一种 它其实正常是贴墙的墙砖 但是我当时想这个 其实水泥一铺也是牢的 所以我故宫那一块的地面 走路的部分是用这一种 所以我就说我很多东西 我是不管它 我越加相信自己能做一切想做的事 传承 创造 发现新的可能 复刻文物的目的 不是复制 而是让传统文化的美 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为大家所用 所感 无法用枝言片语来定义东方美学 它是山间的云雾缭绕和长长流水 是粉彩西杯的纹理和幼色 也是人生无常的留白 人也是一样 我们不必要求自己成为那一朵最芬芳的花 我希望自己会有很多个身份 我未必说把每一个身份做得很好 但是只希望自己都设定 可以有多种形态不被定义 万物自有节奏 从心做好 从心做好